济公和佛词与儒家思想以身世道。 这个世界会乱,国家会乱。 是因为人风败坏, 缺少了刚常伦理、道德。 所以我们要推广儒家思想, 就是要重振这些伦常。 我们身为修行的人, 要以身世道责任来做起, 才能够教导别人。 每天一小训,日子长了, 就成大学问能够把圣人的话, 装进独自里出入社会, 进入家庭,带人处世, 就不会偏差到哪里去。 圣人的道理深奥, 叫你如何平心, 里面涵盖定、静、安、旅、德。 如果能达到这种心境, 才能处遍不惊, 遇到再大的困难心都不乱, 才有妙制会处理事情, 为人君者人, 为人臣者敬, 为人父者慈, 为人子者孝, 与大众相处讲信, 修行一定要往这些步骤, 慢慢学习当领导者为上者, 要有人慈心带领大众, 后进才会尊敬你。 如果没有人慈心, 纵生会遗弃你而离开, 所以为君者一定要人, 为臣者一定要有一份恭敬心, 君人臣中, 道开展才会顺畅, 这些只是为人君, 为人臣必备的基本条件。